上次讲到 我骗明叔撕掉眼上的胶带 我见他没什么事发生 也就跟着扯掉胶带 一时间 眼睛看周围的东西还有一点朦胧 听见明叔突然不再怨我 转而是惊叫着说 不对 杨小姐不是说脚步声 是什么声洞石里头发出来的吗 那我们身后的是什么 我对眼还没看得很清 只是觉得四周围有淡淡的白色荧光 用力抹大眼向后边看过去 只见几米开外 耳气看到有个黑妈妈的影 明叔说一声 转到我身后面说 胡老弟 你有没有看见 你这些究竟是什么 好像就是他在那里一直跟着我们 一定是不怀好意的了 你说是不是 我对明叔一摆手 视他不要再说话 跟着门出窗 对准后边那一团黑色的影 不远处那团黑影 在我眼中也逐渐清晰了起身 好像是一只黑色的手 比肥仔的头还要大两倍 我感觉到握枪那只手 开始不停地发抖 自从进入隧道以来 六神无主 不知为什么 心里始终都是很虚的 这个时候 杨处利和肥仔 也分别扯掉了贴在眼上的胶带 白色通道中不需要光源 都可以看得清附近的事物 但是在这种暗淡的螢光环境之中 眼中所看到的东西 也颇为朦胧 只见距离我们十步开外 是一个隧道湖 坡道倾斜得比较明显 隧道在这里 好像被什么力量拎了一下 形成了一个八字形 就在八字形中间 比较靠近顶上的部分 白色的墙壁上面 很明显地呈现出一只巨大的黑手 不过这只手的形状 并不是十分清晰 我不敢冒然地过去 只是站在原地 摸出狼眼手电筒 用强光照过去 电筒的光速照在黑手之上 原来这只手并非在隧道中 而是贴在墙面之内 跟我们隔着一幅墙 白色隧道 只有一层很薄很晶形 但是又很坚固的外壳 至少顶端是这样 在通体结白光润的墙体上 这只黑手阴影十分外眼 目力所及之处 全部都是白色的 唯独是这只手掌 黑黑黑妈妈的一团 但是这段隧道非常曲折 看不到还有其他东西 难道隧道中时有时无忽快忽慢的脚步声 就是这只手发出来的 不过人手没可能有那么巨大的 难道是什么野手的脚掌 我记得从隧道一路经过的途中 会时不时感觉到头顶有凉风灌下来 但是每隔一段顶上面就会有个缺口 再联想到地下蘑菇森林里头大群的地观音 这个祭坛附近肯定有某种猛兽 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禁地 注视着每一个进入隧道的人 石门浮雕上面所指的闭目通过 是被祭司的指示 而被无底鬼动所诅咒的人 在这里是不会把你当成人看待的 只不过是一群牛羊猪狗一样的蛇骨牺牲品 明叔在后边压低喉咙 小声问我怎么办 我对他说了 哎 还是别找这些几个东西搞了 这只只跟着我们 可能跑回头 他就不会有什么动静的了 我说的只是可能 不信了 你过去试一下他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阳柱来看见隧道转弯住的外侧 贴着一只动都不动的黑色大手 自然也觉得惊奇 我将情况简单地对大家一说 幸好我们判断对了高低方向 否则一旦走了回头路 怕是要横丝在隧道里头了 这里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后边有什么 只能够接着向前走 于是众人怀着坦剔的心情 转身向前 尽头的石壁已经向前边 但是刚刚一抬脚 就听见整条隧道里面 轰的一声巨响 就好像满雷一样 我心里头也随之一阵 急忙回头去看 只见后方的隧道顶上 又多了一只黑色大手 我们一停住 他就不再有动静 但是显然在我们 刚先前行的一瞬间 他也跟着迈了一步 隧道非常混音 声音格外地震撼人心 激雷山可能就是由此而得名了 现在抹大了眼 反而觉得更为恐慌 眼上面贴着胶带的时候 至少还可以自己安慰自己 那些都是石头发出来的声音 但是现在明知道后边 实实在在地跟着一只 但是还要故意熟视无睹 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 肥仔说 我说肥仔 你这个比喻就真的不是很恰当 你这不就是奏自己 有去没会 你应该这么说 我们像是去江州发祥的宋光大宗 不用多久 就会有人来劫发祥的了 这个时候众人的心情都十分压抑 虽然我和肥仔嘴上面 装作不在乎 但是心里头都明白 这条路 真是有去没会 事到临头 反而心平稀和 隧道确实已经到了尽头 四周围墙上 都是一只只 瞎大眼的符号 这里所有的结晶石 都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起身 虽然天然造化可以说是鬼苦神功千枝百态 但是这里的地形仍然是太特别了 一大块麻花形状的花白岩石 从地面突压地露出来一米多高 没办法形容它是什么形状 似是荒又似是圆 有些地方又只是复杂的几何图形 石体彻底扭曲了 而且不是往一个方向 有些部分是顺时针 有些部分是逆时针 所以摸起身像是麻花 外边有些又黑又碎的腐烂木碎 可能以前是有个木制结构围 大家一商量走吧 里面就算是十八层地獄都要下去的了 这一劫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走得掉的了 于是肥仔将登山头盔 和身上剩下的装备速一速 仍然是由它打头阵 我看着它爬上去的姿势这么扭令 想提醒一下它 谁知还没来得及提醒它 它就已经大头朝下 斜着落了下去了 然后是明叔和杨雪莉 阿香 他们陆续跟着下去 白色隧道里头 就只是剩下我一个人 心里头 立即觉得空荡荡 孤零零一样 于是立刻再次爬上井口 在落去之前 我抬头看了一眼隧道 深住那只黑色的手印 猛然间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两手之间出现了一张 这张面的阴影 鼻和嘴的轮廓都看得出来 但这张面只有下半部分 唯独没有了眼睛和额头 黑色的面孔 在结晶石中竟然越来越清晰 好像它根本就是在隧道中的石头里 面孔的上部也逐渐发现 就在快看清楚眼睛的时候 我的脚在石级上面一滑 一下没其韵 趴在斜坡上就滑进底部了 井下的这条通道很宽敞 倒喇叭撞 口窄底大 好像是一个极粗的地下天然蒸洞 整体是圆弧形 邪道大约有45度 开始的地方有一些微微凸起的台阶 下邪面有无数人工开作的简易石槽 用来踩踏 又浅又滑 加之磨损得很紧要 大部分都已经磨到平了 一旦滑下去就等于坐滑梯 不到尽头都很难停得住 我头上脚下地向地面顺势下滑 董里头的水晶石比镜面还要光滑 四面八方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影 加上下滑的速度很快 眼都花光 我担心如果下方有比较突出的石级 会将空前的脱骨挫断 将背后的背囊垫向底下 遇到过于光滑的地方 就用登山稿减速 也不知道滑落了多深 水晶斜坡终于平缓下来 我刚才从洞口里头滑出来 就发现只有阿湘和杨雪莉在洞口 肥仔和明叔都不见了 前边几米远 地形转接是向下的直角 我心里头一沉 肥仔和明叔不是跌了下沿岸吧 我不顾得身上撞到酸痛 刚刚一起身 看看杨雪莉的面色先 希望想从他的目光里头 得到两个人安然无恙的消息 但是杨雪莉的面色很忧虑 对我摇了摇头 他在肥仔和明叔之后下来 由于惯性的作用 也差点跌了到下面 幸好是手急眼快 用登山稿挂住附近的一大块云帽 这样才没有直接跌下去 然后他又拦住了跟着下来的阿湘 我更加担心了 连望到地层的断面去看 只见我们身处之地 是一个大到得人怕的水晶磅动 高有几十米的穷路顶上面 不时滲些水滴下来 湖水就好像沿向我们头顶一样 水晶石纵横交错 头顶上是一重重向下督下来的晶体 人向下边一动 上面就有无数影子在那仿来仿去 就好像进入了导原的镜子迷宫一样 我们站在一个入口的平台上 脚下都是白茫茫的云气 这些似白毛有似水晶的云气 是造山运动导致结晶体易化而产生的石烟 比精尘密度要低 无臭无味仍以不散 而且都保持着行狗的高度 将洞月从中间一分为二 折为两层 下面就如同是一个白云聚成的湖泊 由于看不见下面的情况 被石烟一遮 使得这个洞屋显得又扁又阔 不过就不觉得怎样压抑 这片云海中浮现出一座黄浴般的山体 入口处的平台和浴山的顶端 有一条石径凌空相连 这个是一个半化石半植物的粗藤 被收成了一段通行用的天桥 我踩了踩 还很坚固 站在上面向下看 云生触底 根本无办法看到下面的地形 是深渊是水潭 或者好像头顶一样 都是密集的结晶体 这些就不清楚了 肥仔和明叔肯定是没停住 跌了到下面 我问阿香看不看到下面 老师领啊 快点带着席来接我吧 小蓝啊 顿到我屁股都开花了 我一听见肥仔的声音 顿时就安乐了 从声音上可以判断 下面没多深 我们离肥仔头顶不远 我就对肥仔说了 我们没有省啊 初树皮又来不及 你看下边有没有地方可以爬上来 对了 明叔它怎么样 是不是都在下边呢 只听见肥仔在浓重的石烟下面叫 哎呀 那只老人的头盔跌了 撞了 是 都不知道死了没了 这个地方就中间有层运气 下面这个鬼地方 全部都是镜一样的石头 我动下而已 四面八方都一样样样 我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一动就撞墙 更加迷话找地方爬出去了 喂 我说你快点找条绳子啊 明叔跌下来的时候 将这个地方摘到塌了 再迟些我就要跌下湖鱼的了 我一听明叔的脑撞到 而且下面还有坍塌的危险 知道情况不妙了 但是灯山省都在途中不见了 哪有省呢 杨雪利突然想到 可以用身上携带装备的 承重带和武装带 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可以拆开篮绑在一起 而且足够结实 于是就立刻动手了 将承重带扔下去之后 叫肥仔将他和明叔所有的绳都绑在一起 先将肥仔的背包和步枪吊上来 随后将明叔捆住吊上来 明叔满面都是血 我伸手一摸 不像血的 不由得暗自叫苦 糟了糟了 明叔这趟没了 老张都流出来了 阿香一听他啟夜老张都流出来了 被一孙又哭起身了 杨雪利就说了 你别乱说了 这些就是血咯 血红素开始发生变化而已 他还有心跳 可能只是撞匀了而已 和他包扎一下再说吧 我一边和明叔包扎 一边劝一下香港了 你不要哭了 流点血而已 死不了人的 最多是老振党 是轻微老振党 肥仔在底下等到不耐烦了 喂 我说你们还不用理我 和明叔哭喪 都拉了我上去先 我这样才想起身 肥仔和明叔不同 肥仔几位死重 想将他吊上来 真是几不容易的 于是扔条成重带下去说 我扯你不动的 大家一起出力吧 你多点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行 肥仔在下面扯着条绳子就叫 哎呀 我虽然全身都是那些什么主观能动性 但是我又不是喷气式飞机 没可能直接弹上去的 我将成重带 扯向了天桥边上边的石壁 肥仔有了方向的指引 忽高忽低地在底下摸爬 趴着石壁上凹含凸起的位置 加上我和杨雪莉在上边用力地扯着他 总算是爬了上来 他达得不轻 虽然是带着戴着户失户争 尾龙骨都顺着 好痛 半天都休息不过来 明叔的血也止住了 我摸了摸他的墨薄还算平稳 但是如果不尽快到祭坛里头去解除诅咒 恐怕他第一个就要先归西了 所谓吐死狐悲 我也不可以就这样吊低他不理 于是众人稍微吐了一口气 由肥仔背着明叔 踩着沿向云上的天桥 走上淡黄色的石峰 这儿的地形是个好工整的半圆形 顶上是一线奇云飘摇不定 被人一种山寨虚无飘渺的神秘感 头顶的晶体里头 不时有鬼火感的亮光在那儿闪上 忽明忽暗 有成几百盏那么多 望上去好像星河一样 淡黄色的山上 颜色略深的地方 忍忍像是一副仓老的面孔 但不可能是人为修的 在近处也看不出石峰是什么地质结构 好似玉又似是花石 偶然还可以听到深处流水的清脆响声 沉龙缺中形容祖龙顶下有龙丹的记载 看来并非是虚然 这座地下的奇峰 可能就是风水述事眼中那枚生气凝聚的龙丹 我不时回头看看身后哪个情况 白色隧道中的手印没有跟过来 但是来路算是彻底地被切断了 现在不顾得回去的时候 如何对付它 在白色隧道中所见到的最后一幕 我没对大家说 免得他们担心 天桥的尽头直达山幅 内部的空间不大 地下有两个水池 碧上都黑着真灵的恶鬼 两只分裂着几十尊仓劲古旧的白色石人像 比常人身体略高 每个人都捧着一只大碗一样的石钟 我记起人皮壁画描他的仪式里头 挖出人的眼球 就装在这样的器具里头 于是往石钟里头看了看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 肥仔将明叔放在地下休息 明叔醒了过来 但是神志意有点不清 糊里糊涂的 问什么都不说 就是色灵头 连他自己契女都不认得 祭坛中 还有几次略小的洞瘟 宗教的色彩极重 我将献王的人头 也就是那枚凤凰胆拿出来 问杨雪莉 找到使用的方法没 夜长梦多 最好尽快将这件事了结了他 杨雪莉正在刑事前方 那里四周都是古怪离奇的雕刻 地面上有个人形的粒槽 是张开四肢的样子 似乎是个行形的地方 连深日久杀人有太多 被积血所浸 石槽里头已经变为了暗红色 看下都觉得残忍了 我连问了两次 杨雪莉敢先回过神力 他面色忧屈 心吸了几口气 没有说话 指着那些石板 试以用我自己看一下 我虽然对这些古老神秘 仪式不是很熟悉 但是这里的碧黑非常直观 竟然连我都可以看出 个八九不离十 只是看了几眼 也都觉得呼吸开始变得困难 我指着人形石 曹文杨雪莉 这里的意思 是不是指要举行仪式 至少需要杀死一个生人 作为牺牲品 没有这个牺牲者 我们哪个都不用支出回去 我和杨雪莉 在人形行形坑边 看四周围记作的仪式场景 越看越觉得触目惊心 这些古老的雕刻图案 虽然构图简单 但是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 却丝毫不雅于亲眼看到 有活生生的人 在面前被生剥活寡 壁画中的一筆一画 都是鲜血淋来 但是被杀人仪式壁画 更为残酷无情 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铁一般的规则 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 想举行轨动仪式 就至少需要一个人 作为牺牲者 没有牺牲者的灵魂 就好像没有空气 蜡烛就不能够燃烧一样 壁画中线条简单的人形 可以清楚地区别出祭品和祭司 整个祭治蛇龟的过程 都由两名祭司完成 他们身着衣服 头戴面罩 先将一个奴隶固定在墙壁上 用利器从头开始剥低奴隶的皮 趁奴隶还未彻底死亡的时候 再将他放置于地面 那个行形的石槽中杀死 随后一名祭司抱着已死的祭品 进入到祭坛有两个水池的地方 那才是祭治蛇龟的主要场所 无论要进行什么方式的仪式 都要将死者和凤凰胆 同时沉入分别对应的两个水池里头 似乎是为了维持某种力量的平衡 杀人仪式的场面太过残酷 我看了两次 觉得全身都很不自在 似乎鼻里头 闻到的都是好龙的血声恶臭 心里头感到又反胃又恐怖 我问杨雪莉除此之外 有没有其他途径 如果说是为了活命 要自相残杀 不管从道义上来说 又或者是从良心上来考虑 都无办法接受 将窗口对准自己的战友 即使是僥倖活了下来 也必定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能够摆脱鬼动的诅咒 但是永远都摆脱不了 自己良心的诅咒 杨雪莉显然也产生了 极重的心理负担 我安慰她说 目前还未算是死局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一定有办法 我嘴上边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其实心里头完全没底 我只是想暂时逃避 这个这么残酷的问题 拖得一时是一时 举行剥皮杀人仪式的石槽和墙壁 令人不想再多看 我们回到有两个水池的大厅 自记那乡 正坐在明叔身边 按着自己的断手在抽一 明叔伤目无神 垂着头挨着墙坐 而肥仔就蹲在地上 正在看着那只古怪的水晶泊 他见我和杨雪莉回来 立刻招呼我们过去一起看 这个透明的水晶泊 我进来的时候已经见到 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现在似乎有点古怪 于是我走前一看 奇怪地说 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个计时之类的东西 水晶泊的泊体 好像是个小好的水光一样 上面和玉山的山体相连 不过是混然一体 看不出接口在哪里 不知从何时开始 一扭细细的暗青色水晶沙 从上面流了下来 坡底已经积了满满的一层 我顺着流出来的水晶沙的地方向上看 同山体的接口处 有一个黑色的恶鬼壁画 面目模糊变形不清 但我就觉得十分似是隧道里头 那个大天黑激雷山 这只正在这里不停注入流沙的水晶泊 是不是一个古老的计时器呢 它莫名其妙地摆在这里又有什么作用呢 那我就下次继续说吧